听球迷是一家 老马跟昔日队友亲切的拥抱 我们听到看台上传来一阵阵马布丽的喊声 应该都是掌声与欢呼啊 他什么活儿都有 得分 篮板 助攻 各种防守 马布丽面对方硕 放手往外传给到刘晓宇 刘晓宇突破 王征各队战袍的马布丽才是这座球馆的主人 没有及时给王征 徐孟军后面命中了北空队这个夜晚的第一个三分 杨静勉三分命中 打这个中锋高位侧影 啊 其他人是要往篮下去 呦 直接扔三分让空了 小川行啊 给阿巴斯阿巴斯第一次三分出手 保护下篮本球 刘晓宇推进速度很快 给了小川 蓝多夫那儿啊 确实要到位置不容易 蓝多夫突破 换人四秒钟的时间 方硕突破马布里上篮得分 骑马 蓝多夫一直在野 他刚才推进速度很快 可疑 因为我帮访hr 很快 看他的标准 我说 在这个时候 我多一分 现在 是 小川 突破 上篮再打进 这个松一点就可以有机会 嗯 就是你的场上你的战归数大了 应该怎么攻 啊 放出外线 三分再进 6秒钟 杨静明外线 三分再进 又转换的机会 好丑 这个转身漂亮 何西宁转换 三打二 你要站平在这边 何西宁再突 篮下空了 放出 空位三分命中 太硬了 阿布里突破再得分 掩护 让我球 阿巴斯再到篮下 哇 没不敢犯规 哎呦 阿巴斯没有切下来 追上 结果是自己一个失误 呃 手钢队今天17次失误 空间拉开 防马持球 行进 枪打命中 出队投手 我看他上场之后啊 能不能在空间上 被更好的 让手钢队利用 多了啊 这位方说自己打了 一星球了 突破 高头 打进 阿布里拔起来 中距离 两分再进 给到方硕 方硕外线 漂亮 一脚 朱燕熙空了 朱燕熙居然能放空啊 那上篮了 方硕再来 方硕再进 27分 七次得分都是上了20分的 最高 就是对北控那次客场得26分 再来三分了 一突破 黄马持球 上篮定中 是时间不多了 28秒 关键时刻还得去看马布里 这一下一次一次炸向篮筐啊 没过哪是上篮 嗯 他的球大不了他手里 朱燕熙很成功的把他给防过 马布里三分歪了 篮下 阿巴斯打中 但是时间呢只剩下1.9秒 呃 方硕把球高高抛起 这样比赛结束 呃 在自己的主场 首钢队呢 呃 赢了北控 双方 各赢一场 各赢一场 各自在自己的主场赢球 把马最后呢 跟自己昔日的队友 还是 带着笑啊 同时呢 应该也是挥手跟场边的看待上的球迷在注意 好 感谢观看